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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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俊玲 我是陳亞蘭 今天我們這一集要介紹三位藝術家 順五隻生業 五隻夢 你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5 4 3 2 你有沒有在看報帶語 是寶貝魚喔 對 寶貝魚 請再說一句 說什麼 買兩句 很聰明 很多金句 以前大家都是看寶貝魚的 今天這三位 藝術家要跟我們帶來 精采的說 開工他們是要怎麼傳承這個藝術 藝術傳承 發光發熱 對 來 首先介紹我們的老師 周映君老師 老師好 還有我們阿湯哥 湯振偉老師 老師好 以及白玉宜老師 來 歡迎三位特別來賓 好 首先第一位是我們創作歌手 奕婷 你好 嗨 接下來是我們的 這個影像製片人 西本游禮 你好 歡迎 嗨 接下來是我們的 這個影像製片人 霹靂布袋戲 第五代接班人 黃亮勳 你好 嗨 大家好 嗨 接下來是 嗨 大家好 這個亮勳除了是 霹靂布袋戲的 第五代接班人 現在跨足音樂節目的製作 厲害耶 對 厲害耶 用貴布袋戲 我剛有問說 妳要補台戲嗎 很謙虛 說不大會 沒有像那個三個這麼厲害 對 很謙虛 對 不敢講會 不敢講會 對 現在為什麼想要做音樂節目 本來布袋戲 就有很多跟音樂 那種 就是演出有關的內容 對不對 像以前黃泉雄時代就是 世傾 對 口袋女神用 唉唷 好好聽耶 對 然後到霹靂 其實也做很多 就是布袋戲的 台語的主題曲 對 像黃山亮 他也是從唱霹靂出來的 對 那另外就是 是我個人 其實包括我爸爸也是 他以前也組Bang 對 他以前自己組Bang 然後我自己 也莫名其妙就是 大學的時候也自己組Bang 對 然後甚至也有去比賽 也有在街頭 也都有 都有待過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可能以前 以前去比 精選獎 然後 就是落榜沒有得獎 所以想說 你以前去比是唱還是 還是 創作 因為Bang 所以都要寫自己的歌 對 所以就很喜歡創作 很喜歡做音樂 同學知不知道說 你是霹靂布袋戲的 第五代接班人 我不會特別講這件事情 對 因為講出來大家一定 哇 對 要扔一下我看看 趕快走啊 太厲害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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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哎呦 啊 要弄去 我腳腳腳腳腳這樣走 對啊 對啊 所以我就不大喜歡 去跟別人講 因為 人家第一件事情說 你是像誰的兒子 你最喜歡的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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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也有扔嗎 就是反正通常就是問這件事情 對 他就覺得很煩 就說 奇怪 我就是我喔 為什麼要說是誰誰的兒子孫子 就是以前那種心情 他沒有很叛逆的 就不理布袋戲 其實也沒有說不理 只是說沒有特別去 研究 對 就是一定要在家裡這樣子 反正就是走自己的嘛 家裡也蠻開放的這樣子 哇 你這次是製作一個 大型音樂選秀的創作節目 我本來想 如果你是音樂主理人 在這一刻 在這一刻 想要替自己 做一些什麼事情 像那個教父這樣 坐在一個沙發 然後雕雪這樣 來 放歌 超級反差 超級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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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就知道 這段文章 可以 所以要改變 怕就不要來比賽 然後每個禮拜五晚上七點 然後第二輪播會再批微信電視台 然後七月一號的時候 在晚上十點半的時候 所以請大家多多關注 多多支持 是創作的對不對 不是選歌手 是選創作者 對 自己沒有辦法得獎 就讓別人來 開玩笑 開玩笑 沒有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對 自己就是沒辦法當選手 只好當評審這樣 對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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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逸婷就是我們這個 音樂主理人的參賽選手 說妳每一次錄影都要寫新歌 對 我們每次 是不是很難吧 壓力也很大吧 對 壓力非常大 就我們每一次錄影 就是間隔大概一個月 所以實際可以寫歌的時間 大概就是一到兩週這樣子 然後我有一次就是真的走投無路 我就是直接去廟裡拜媽祖 然後我就還... 什麼叫走投無路 想不出來沒有靈感啊 對 就是已經快要壓到死線了 要表演 要上台了這樣 然後我還一無所有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拜媽祖 我就去拜媽祖 然後我就是準備了好多那個 我的功課 然後去問那個媽祖 就是去擲筊 我這次要這個方向 還是這個方向 那我要這個曲風 還是這個曲風 那我要這個主題還是什麼 都沒有杯對不對 然後... 因為沒有水果 就是水果 我下次會記得 下次會記得 然後因為比較少看到 我這個年齡的女孩子 在那邊問半個小時以上 然後所以廟公就來關心我 她以為我要求子 那就說妳就去拜祖生娘娘 求子 不要搞錯 她看妳一樣以為妳要求子喔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她就建議我可以求錢 因為錢會有一些指示這樣 那我那時候就 就抽到了這支錢 前途公民未得意 只恐命內有交加 兩家必定防損失 勸君一退 莫知錯喔 有邊讀邊 沒邊讀中間 因為我文言文氣不太好 我就看不太懂 我就是問那個廟公 廟公有沒有跟妳說 那兩個字怎麼唸 接 接錯吧 沒有 他可能 資階 資階 但是他就有跟我說 就是這個解籤就是說 人遇到危難的時候 要安靜 要按照節度做事情 這樣子 那我自己翻譯我就覺得 那可能是媽祖想要我閉嘴 不要再講話了 不要再吵了這樣 要很安靜 然後所以我後來去比賽的時候 我整個就很安靜的去比賽 我棚內也好安靜 我後訪也很安靜 整個就是很安靜 但是還是想不出來 想不出來 他那個心情加了五下 薛定山中火鍋 薛定山中標 結果 是這個心情嗎 所以妳用薛定山來寫歌嗎 沒有 薛定山中火鍋 有 我反而其實真的有想要往這種方向去 但我台語就是 唸起來不好聽這樣 對 那後來就是 我就回家安靜的寫歌 就很順利的把這個比賽 就是結束了這樣 我有過關這樣 有過關就對了 對 好難喔 這創作的比賽 對啊 你們這次報名的有多少人啊 參賽的人有多少 台選大概四百個人 台選 所以在創作的時候 還是很多人是有這方面的才華的 很多啊 現在台灣年輕人都很有想法 對 而且現在就是 軟體什麼都很發達 所以寫歌很多 妳有碰過寫了什麼 等一下 是不是都AI寫的 真的齁 是不是 有沒有檢查過 沒辦法檢查 沒辦法檢查 但應該不是 對啊 你們有那種靈基因變題嗎 就你寫得這麼好 來你現場做一點點 是沒有 就像我講那個 四頂三條 飛躲 是沒有 對 保險 你知道問什麼 我說 四百多創作者 有碰過什麼很特別的歌嗎 還是有些歪歌 歪歌 聽聽看 他看到家人需要保護 他的夢想就是保護家人 他覺得朋友需要他帶領 他的夢想就是帶領朋友 所以他會到處看看 到處走一走 所以他的堅定是來自於 他都嘗試過了 然後有了堅定之後 才有意志力長出來 因為我對一件事情 不確定的時候 那個根還沒有長穩的時候 很難去堅定啦 我們都在挑Java大神 等你來開房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Java大神APP 等你喔 四百多創作者 有碰過什麼很特別的歌嗎 還是有些歪歌的 有些 歪歌 聽聽看 不是 我不會唱 你不會唱 歌詞是寫什麼 歌詞就是 有寫類似ABCD的歌 然後 反而寫 從ABCD寫到 就是感情生活的歌 對 有些這種東西 就先寫字母 然後再寫到感情 ABCD寫到咖啡 阿朋友坐在咖啡 坐在咖啡 在咖啡 其實也很符合現代 對 而且什麼 宅男的心境的歌也有 對 所以應該很有趣齁 這個節目 對 很有趣 一婷說 創作之後真的很辛苦 你曾經想過轉行去當廚師啊 為什麼會想轉行當廚師 差好多 對 就是我那時候會有這個想法是 就先說 因為我是 就我不是從小學音樂 我是非常後期 就是大概大學 快畢業這樣子 才開始 所以我就常常會遇到寫歌 很卡住的狀況 那我有一次就是 已經超級緊 超級緊繃 就是我在三小時就要進錄音室 我還寫不出來的那種 然後那時候我經紀人就是 拍桌就是 好 我來寫 都我來寫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這樣我 我到底還會做什麼勒 那還是 我就去轉行 我就當那個 我就去日本料理店當學徒 因為我非常喜歡吃生魚片 而且我都已經想好 我進軍廚藝界的藝名 就叫做 鮭魚十八郎 這樣子 鮭魚 身份證有沒有改 鮭魚十八郎 鮭魚十八郎 因為我覺得 超喜歡吃鮭魚 然後我每次 去日料店沒有吃到十八片 我不可能離開 這就是我的堅持跟愛 對 等一下有沒有在家裡練 拿小刀試試看 切生魚片 我先從把它用成熟的開始練 這樣 把它用成熟的 對 用生的切好像比較難 所以咧 把它弄成熟的 就是先想辦法把魚變熟 這是第一個課題 這樣子 可是鮭魚變熟了以後不好切 它會碎啊 沒有 欸 你剛剛也盲人了 你根本就煮熟了以後 就根本不用十八刀了 它就已經千刀萬刮了 是沒錯 你沒有煮過鮭魚熟的嗎 我有 可是就是在那邊一直失敗 我又想說 那就再看看 這樣子 聽起來我覺得你還是創作好了 你還是創作好了 你還是不要堅持鮭魚十八郎好了 堅持一下創作 來我們請教一下白宇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永遠不放棄 對夢想的堅持 是 有時候堅持夢想 其實沒有那麼的神秘 大家都覺得夢想好像遙不可及一樣 但事實上 夢想就是其他路走不通 我只能走這條路 它慢慢的就變成了熱愛和夢想 當然夢想有三節奏三步驟 第一個叫做自我控制 第二個叫做阻止誘惑 第三個叫做我不能衝動 在這個三步驟之下 才能真的在這條路上走比較久 那我們看一下十二星座參考 參考太陽上升和木星 哪三個星座走得更久呢 先看一下第三名 水瓶座 水瓶座 像亮勳 玉婷還有西本尤里的 木星都在水瓶座 三位都一樣 很有緣 這是什麼狀況呢 我們來看一下 獨立 創新思維 持續探索 水瓶座對於靈感 它不可能是只有一個小小的感覺 就有靈感 所以為什麼玉婷就是完全 沒辦法在一時間就想到 自己的靈感和感覺在哪 它需要全方位的 比如說我的感受 我的經歷 你周圍的人怎麼想 我要怎麼表現自己 所有的訊息集合在一起 它才覺得說 這叫做靈感 我要切入去表達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水瓶座就是 它很獨立 它想要一個全方位的思維 跟別人要不一樣 切入點要不一樣 然後全新的思維之後 它要持續探索 就是沒有深度 它是不覺得這個東西 有意義去表現出來 所以在這個中間 要怎麼樣去找到自己的 真正的切入點呢 然後去堅持自己的夢想呢 其實水瓶座會越來越會變通 對 所謂的變通就是 我想做的和別人想要的 我怎麼結合 其實通常水瓶座卡住 就是因為它不能滿足別人想要的 但是它又糾結於我自己想表達的 我不管別人怎麼想 我只想我自己表達的 兩個衝突之後它就卡住了 對 對 所以其實這種糾結很好解 就是我要變通 變通的時候就是 當下什麼最重要 我就選其一 然後之後我再分下一次 我再選別的 我覺得其實就是不要糾結 我覺得有點囉嗦了 不要糾結的關鍵點 就是我們要去選擇一方先表達 然後另外一方下次再表達就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獅子座 獅子座像亮熏和 亮熏上身是獅子 是 這個是什麼呢 堅定有意志力 全力以赴 對於獅子來說 他的夢想很多 因為他看到家人需要保護 他的夢想就保護家人 他覺得朋友需要他帶領 他的夢想就是帶領朋友 所以他會到處到處看看 到處走一走 所以他的堅定是來自於 他都嘗試過了 所以我相信亮熏在年輕的時候 會試著看 不聽別人怎麼想 而是想想看自己怎麼想 所以他要試試看所有的東西之後 才發現說 我對什麼有堅定的想法 才能真正的堅定下來 所以我們不要去羨慕那些很堅定的人 他也徬徨過好嗎 然後 對 是這樣 然後有了堅定之後 才有意志力長出來 因為我對一件事情不確定的時候 那個根還沒有長穩的時候 很難去堅定啦 別人說一個什麼 我就被影響了 對啊 別人怎麼樣混得比我好 我也被影響啊 所以這意志力長出來之後 才能真正全力以赴 這個時候能力才會長出來 嗯 所以其實獅子真的要堅定的去堅持一個夢想 是符合他真正的天生能力的 嗯 了解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牡羊座 嘿 牡羊座欲停太陽牡羊 好 熱血冒險精神勇敢挑戰 嗯 牡羊其實他是很需要旁邊有個軍師 他就像一匹戰馬 如果旁邊的軍師是很厲害的將軍 他就是一個很厲害的飛馬 但如果旁邊的軍師就是在那邊 可能每天只想要堵孤打盾 他就是一隻想睡覺的馬 所以他非常需要在年輕的時候聽到命令 有命令有目標 他就是朝那個方向衝 對 衝的過程中 他在熱血的過程中 在冒險的過程中 挑戰的過程中 才能找到他真正的自己 所以牡羊是需要被形塑的 嗯 他是先被外界影響 形塑之後 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 是 那找到自己之後 為什麼要堅持夢想呢 因為他找到信念了 嗯 才會堅持夢想 所以大家看到 下面這個會變通 他的夢想就容易達成 然後獅子的話 他有能力 符合自己的能力 更容易堅持夢想 最後有信念 牡羊有信念之後 夢想就更容易看得到 更容易願意去付出 所以大家知道了 夢想其實不難實現 就是每天靠近一點點 透過自我判斷 透過自己的興趣 還有你自己的使命感 你一定能達成自己的夢想 祝福大家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對啊 就像老師講的 在堅持之前 其實很多考驗 會自我否定 我可以嗎 我可以嗎 我可以別人發展 別人弄啊 但是廖勳 廖勳其實年輕的時候 本來自己想往音樂去發展的 並沒有想要繼承家業 因為想要做自己 並不想說一出來就說 我就是黃俊雄的第五代接班人 對不對 所以可是當初是一把大火 讓你決心要 要回家繼承家業 我們原本的初衷是 想要做一個給小朋友看的布袋戲 對 因為想向下扎根嘛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就做了一個就是 叫奇幻冒險的故事 票房 大概兩千多萬 對 所以以台灣來講 算OK啦 但是花了兩億 好 OK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因為想要做自己 並不想說一出來就說 我就是黃俊雄的第五代接班人 對不對 所以可是當初是一把大火 讓你決心要 要回家繼承家業 差不多決定接下來要做什麼了 也都快退伍了 就是都 當兵之後接下來要做什麼 對 音樂家 對不對 沒有啦 沒有啦 對啊 我們那時候其實是有去看一些 那個音樂的公司 那時候 研究所論文的時候 去訪談一些音樂公司 所以其實有 你就想去做音樂 對 其實是有 然後 但後來有一天 凌晨大概早上五點的時候 接到一通 就是 片場的電話 他說 亮俊 你們的片場火燒 哇 然後亮俊怎樣 你的片場火燒 片場 對 失火 就是說 你要快回來這個木 那樣子 那到片場大概早上七點多 回到雲林 對 回到雲林 然後那時候發現 其實很多人都在那邊 就是站在焦黑的片場旁邊 這樣子 這還不是小收耶 這大收耶 對 可是就整個燒掉 整個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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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鐵棚 對 鐵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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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是燜到 那我們那些實驗文 他們也都燒掉了 對 裡面的那些 很多本尊也都燒掉 噢 噢 就這件事情是跟我是有關係的 我常常這樣比喻 就是說 布袋棚對很多人而言 它是一個它的喜好或興趣 或者說是一個愛人般的存在 那可是對我而言 它是家人般的存在 所以平時覺得沒什麼 對 可是發生比較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這是我的 跟我就是有很深的關係 會突然意識到這個事情 隔天就跟我爸講說 不然我退伍後先回家做看看 哇 對 你爸爸怎麼說 感動 我爸爸應該嚇到吧 嚇到 對啊 他就淡淡就說 對啊 回來 也沒有講什麼 所以他很開心就對了 對啊 應該是很開心 他們一直暗示 暗示 有暗示 怎麼要暗示 就說大學 那時候 他其實真的沒有說一定要回家 他只是說大學聯考完 就說要不要選一個跟 可能家裡比較相關的科系 那我就問他 那什麼是跟家裡比較相關的科系 對啊 什麼是跟家裡相關的 就沒有 其實沒有 影像 影片 我是唸那個 那時候叫自然主 第三類主 對 他一看你的論文寫音樂 他就說 啊 起了 我兒子起了 沒有 對不對 音樂還稍微有點關係 我大學也是完全沒關係 是唸生化科技 對 所以是 是生化科技念一念 覺得好像對藝術創作比較有興趣 然後才去玩Ban 什麼 然後玩著玩著一直覺得 好像家裡也是做這個的 所以其實有這個認知 有一點點這個想法 可是 還是沒有覺得要回去 是真的發生事情才覺得 那我幹嘛走這麼多彎路 我就先回去看看 對 是 所以結果你回家之後 接了家業 從編劇開始做 對啊 你開始就做編劇 首部作品 奇人密碼 票房 大概兩千多萬 對 就以台灣來講 算OK啦 沒有到 你那個電影兩千多萬 你說不錯啊 對 但是花了兩億 這樣就有一點點錯 對 所以是 是花太多的問題 不是那個 奇人密碼 中一個機器人耶 古羅物之謎 尋找謎樣能量 探索失落世界 用布袋戲來詮釋 我們原本的初衷是 想要做一個給小朋友看的布袋戲 對 因為想要向下扎根嘛對不對 對 所以就做了一個就是 叫奇幻冒險的故事 就是張謙的後代 然後再重新踏上思路之旅 帶著他的一個機器人 對 然後要找到這機器人的能源 讓他可以一直動下去的一個故事 對 然後 只是就是說 那時候推出的時候 因為我們已經有很大的粉絲了 就說 怎麼沒有受還金 然後 怎麼沒有就是聲光特效 這些武打的東西 然後怎麼講國語 對 因為那時候小朋友就是 聽不懂台語 然後為什麼沒有這些詩詞的東西 所以就引起滿多人的反彈 也是有創新 對 傳統跟創新之間在拉扯對不對 對 也沒有對錯 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目標 本來就是給小朋友看的 對 本來就是給小朋友看的 而且就是新的內容 所以確實是要多點時間醞釀 那我們 我們就是 比較實測的是 我們 一開始就投入太大 其實應該是 汽水長流慢慢做 可能會更好一點 對 那看過這部電影的觀眾 在網路上有什麼風評嗎 什麼評語嗎 老戲米就是 大部分都講就是說 內容可能很幼稚啊什麼的 劇情太簡單 可是他不知道啊 對 他們不知道 因為他就是進去就看戲嘛 就帶著對皮的期待 進去看了嘛 對啊 所以他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出來 也可以理解 有被罵嗎 當然就是罵啊 就是說內容很幼稚就是在罵 說他把他腦袋開胸這次 對 有人會覺得說 是我亂花錢什麼的 對 但其實這是 其實都公司運作 其實是大家的決定 就是說我們要發展小朋友的內容 對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可能就被賦予了 就是編劇的任務 跟就是後製的任務 兩億製作 你們家慶君都可以環遊世界了 你知道嗎 我那個三十集也花了一億多啊 喔 那我三十集啊 三十個小時 你這兩點鐘呢 是 怎麼會花到這麼多錢啊 要花到兩億 因為我們現在的那個 聲光特效啊 其實都已經 非常的厲害了 那時候大概是2013 14開始製作 然後我們是 那時候是做3D的 哇 算是先驅 那時候還不普及吧 對不對 對 那時候不普及 所以 而且我們的那個場景 很多是那種 很廣闊的沙漠嘛 所以要建那種 很大量的那種CG場景 就實景也要搭 然後CG景也要搭 所以整部片大概有 一千四百個特效鏡頭 是很多的 這樣很多嗎 很多啊 我第一集 一個小時做 兩三百顆嘛 那他們兩個小時 一千多顆 對 特效鏡頭 對 百分之八九十都要進到後製 就是和那個場景的部分 對啊 所以是後製花了很多錢 對啊 兩億這樣花下去 兩千萬 那你爸爸咧 有沒有什麼 在家裡 你比你老闆更健康是嗎 我聽到聽到 人撩子 我爸其實很 其實他有點內疚啦 因為就是 只能講就是 讓我第一次做這件事情 就是承擔很大的風險 然後也就是做這樣子一個 可能明知道就會很多人 會挑戰的事情 會罵會挑戰的事情 對啊 他可能沒有想到 想到會這麼嚴重 對 但是其實 對我來講是還好 對 對你來講還好 對 對我來講還好 對啊 因為其實 我知道我自己在幹嘛 我也知道他們本來就會媽 本來就跟他們期待不一樣 對 要創新都會有個過程 新舊交接這個過程 所以如果持續做 可能也會建立一些口碑 會累積新的觀眾跟支持 對啊 對啊 來 我們來看看你的手面相 請老師看看你的手面相 阿湯哥 我們來請教一下 哪些手面相的人 能夠忍辱負重 然後絕對事有所成 是 其實有一些人 他天生的這種忍耐力 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他可以把所有的障礙 都變成是一個智慧的累積 然後也變成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我們來看一下哪一些人 他的忍耐特別好呢 第一個 你們有毅力的手紋 還有毅力手 對 毅力手 他做很多事情 他相對的會比別人更容易 果斷的去決定事情 要做就做 不做就不要囉嗦 所以像這樣來講 他是企圖心會比較強一點點 所以有時候呢 別人眼裡看他感覺好像很衝動 很有衝勁 但對他來講他覺得 我人生就是要把握這個當下 趕快做就對了 我們不要光說不力 今晚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好 我們就要看這個地方叫做 第二火星球 來 我們這個手刀的部分 這個地方叫月球 然後第二火星球 大概會落在我們的 這個智慧線跟感情線中間的 這一個小手刀的部分 就小指頭下面這邊 這個地方如果它比較豐厚一些些 然後比較紅潤 其實這個地方 這個尾端的地方有沒有 比較紅潤一點 其實有些人會看到那種 比較顏色很明顯 這樣亮亮的 紅紅的 我很紅 人家都說我身體有問題 結果你看我全部都是紅的 超紅 很紅 對啊 這個是 其實最色很好吧 毅力很強 抗壓性很高 一直跟我說我身體有問題 我嚇得要死 當然手下也可以測一些疾病 但是如果我們先講個性的話呢 代表什麼 她做很多事情呢 她就是我說到就要做到 所以雅燃姐的話 這個地方真的蠻紅潤的 對 代表就是說你的抗壓性也真的很高 因為當你一旦你決定了 這是你做的 你就會有這種擔子 或這種GAS承擔下來 因為你已經說出來了 來不及了 所以這樣的人來講的話呢 她抗壓性真的很高 而且做很多事情就是 好有困難我就突破它 而且她不會覺得說 像有一些人呢 有困難的時候 她想說我趕快躲開有沒有 她不想挑戰 但這樣的人呢 覺得說我挑戰成功 我人生解鎖 她會覺得很開心 哪怕她就是灑很多錢 做很多事 她覺得我要的就是這種感覺 自我突破的感覺 因為她是屬於自己跟自己比較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的人來講 她毅力真的是很強的 毅於常人 然後所以不要跟這樣的人挑戰 因為你會輸 好 來看一下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很有穩重的紋路 穩重的紋路長怎樣呢 也是看我們的首相 就是我們的太陽秋 還有我們的木星秋 木星秋就是食指的下方 太陽秋是無名指的下方 如果呢 這個有個類似叫米字紋 米字紋就是星星紋 有這樣的一個紋路的話呢 代表說呢 這樣的人真的就是 遇到事情呢 找他就對了 他不會慌 不會亂 而且呢 會在緊急的時刻呢 給你最有效 最有智慧的建議 一般我們的人呢 如果遇到一些事情的時候 就會開始很慌啊 然後就想說 我應該怎麼解決 反正呢 事情能夠解決就算了 但他會不計代價 那這樣的人來講的話呢 他除了會讓你呢 把傷害降到最低之外 很有可能呢 還會因為這個 看起來是傷害 結果到後面變成你是得利者 因為他有這樣的一個 權這樣的一個特質 是 所以呢 有新新聞也算 或者說呢 什麼樣的人是最衝動的 通常如果你的 我們可以看到 食指或無名指呢 這兩個地方中間的縫隙 很大的 就你無指並籠 如果你看不懂這個手紋的話 你就無指並籠 如果你的食指 跟無名指之中間的縫隙很大 好 我們剛剛講 我們之前有講過 這個縫隙大大有漏材嘛 但是像這樣的人來講的話 他縫隙大 他就會是屬於衝動型的 形式風格 例如說呢 他可能花錢也很衝動 然後做任何事情也很衝動 就是急經風行的 所以像這樣的人來講的話 你要讓他成就大事呢 要憑運氣 運氣來了 他的衝動就會讓他成功 因為我們講憑感覺的衝動 好 所以如果你有這種 冷靜的手相呢 也是屬於大事可成行的 來看一下第三個呢 積極的臉相 積極臉相長怎樣呢 我們要看一下呢 顴骨要飽滿 其實顴骨飽滿的人呢 他做很多事情呢 他相對的會比別人更容易 果斷的去決定事情 要做就做 不做就不要囉嗦 所以像這樣來講 他是企圖心會比較強一點點 所以有時候呢 別人眼裡看他感覺好像很衝動 很有衝勁 但對他來講 他覺得我人生呢 就是要把握這個當下 趕快做就對了 我們不要光說不練 所以你跟顴骨比較隆起的人 一起工作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壓力 因為他會帶給你一種 好像很強勢啊 好像要有主導權啊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想要趕快把事情做好 所以你就不要跟周老師一起做事情 周老師的這個旋骨也是很漂亮的 我會給你們壓力 對 愛做就快做 不要給它垃圾 如果旋骨如果不夠漂亮的話 有時候他那個凹陷啊等等的 他反而會有點拖 事情會拖你就覺得很累 所以像這種就是很積極的 找事情找他就對了 當你做不出什麼決定的話 找他幫你做決定就對了 好 來看一下第四個 堅定相 堅定相要看耳朵喔 耳朵是先天的福分 所以你的耳朵呢 你的輪廓很分明的 而且又有垂株 那通常這樣的人來講的話呢 他的貴人運很旺 而且他的意志也很堅定 尤其耳朵越硬的人 有些人耳朵很軟有沒有 耳根子軟 耳根子軟 對 然後耳朵如果比較這種尖尖的有沒有 又軟的話 又有自己的想法 又叛逆 但就是耳根又軟很累 你也很難說得動他 那也很容易被壞人帶走啊 會 絕對會 那如果你耳朵比較硬的人呢 他雖然固執 但是他輪廓很分明又耳朵 他是屬於折散固執型的 例如說壞事 他當然絕對不會做 因為他很有自己這種 要善良 要有良心的這種風格 所以像這樣的人來講的話 他做的事情呢 真的會很有堅定 那對於什麼 他的宗教信仰啊 對於他的人生的哲學 好的理念呢 他也會很堅定 所以像這種人呢 給他一些比較 有一種傳承的 傳統藝術型的 像雅安姐的耳朵也是屬於這種 比較屬於這種 輪廓很分明的 然後耳珠也是比較大的 算是大耳朵啦 所以大耳朵人來講的話呢 像傳統戲曲類的啊 或者是這種藝術傳承呢 他真的認定了 他就真的會 我們眼裡看起來 感覺很執著 但對他來講 他覺得他很投入 很有熱忱 所以要找這種人 去傳承一項記憶的話 這種是最好的 就找他們 找這種就對了 我們旁邊都覺得 很笨耶 不要再耳不開錢這樣 對 對 很擔心他 但他自己覺得樂在其中 對 所以像以上這種 四款手面像呢 就提供給大家參考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來 我們另外還有一位 影像製作人西本尤里 Yuri 對不對 您現在是住在台灣 所以您當初 嫁到台灣 也有一段故事是不是 是 算是吧 對 對 嫁到台灣的時候 所以是因為一部 台灣跟日本合作的電影 而結緣的嗎 算是日本的電影的製作公司 投資一部台灣的導演的片子 然後剛好我的朋友 是當他們在日本拍片的時候的 副導 然後他帶我來台灣 參觀那個導演的拍攝現場 然後在現場認識我的老公 現場認識你的老公 你的老公 是 是台灣人 是的 老公是做 當時是擔任什麼 當時是做 執行製作類的工作 是 對 那後來 然後導演就是很好心的 因為是完全不認識台灣的一個日本人來 是 所以他叫那個我的老公 帶我們去參觀很多很多 台灣的觀光景點 那這部片子不用執行了嗎 他執行製作 導演一直在拍片 只是他認為應該是日本人很煩 就是不要在現場了 你帶他們去玩 比較好 他們可以專心拍片 因為是資方 派來的人 沒錯 所以就安排一個 接待一下 對 接待一下就是 帶我去去 帶我們去去 就是很煩的人們 就是帶我們去去外面 就把你們撕開就對了 沒錯 應該是 就是被任命的 就是我的現在的老公 對 然後那個時候 他有邀請我去一個 北京的拍片的現場 然後還滿興奮的 然後就過去 看了那個北京拍片的一個現場的時候 是 就是他帶我去看 萬里長城 那個人的獅子座流星魚 還滿浪漫的 然後就萬里長城的晚上就看了流星魚 然後好像感覺還糊塗嗎 對 對 這個人覺得萬里長城很浪漫 他不知道萬起良在底下 下面還有木薑魚 對 那多可憐的你知道嗎 可是 可是真的還滿壯觀的 是 對 所以就 有緣分 那你看到他什麼特質 讓你覺得 嗯 好吧 OK 可能對於電影的熱情吧 然後我一直也是想要做電影的一位 所以就可能對於電影方面的一些熱情 還有執著 也是 談得還滿開心 電影相關的一些議題是談得滿開心的 你們後來結婚之後就住到台灣來了 是的 然後參與了台灣的布袋戲有一部叫做 對 我總共算了三次 就是台北 台中 台南 各算一次 確認三次 基本上他就是看了很多東西都覺得 不太妙這樣 你就算被結婚 你可能也會被騙錢 反正 算就是確認三次的結論就是 全台南北一星 然後就是唯一指定 我會嫁不出去 這樣 所以我就是回家憤兒寫了那首 就是歡迎來到單身公園 畫悲憤為力量寫出了 對 歡迎來到單身公園這首歌 你們後來結婚之後就住到台灣來了 是的 然後參與了台灣的布袋戲有一部叫做 東黎劍遊記 哇 有名的 真的嗎 很有名 對很有名 台日合作的電視劇系列 這部在日本有播嗎 有的 有的 聽說然後你是做製片嗎 是的 好多故事喔 好想聊喔 因為這部片很有名的 對 他為了愛情 然後離開家鄉 嫁到台灣 都很適應嘛 真的 台灣真的很好的地方 對日本人來說真的非常非常 環境或者是吃的東西 還有台灣人還是非常非常熱情 然後對 住起來還蠻舒服的一個地方 我們也很喜歡去日本 因為日本人都很客氣 然後很乾淨 我們互相喜歡 真的 真的 好請教一下周映君老師 哪些生肖的人 桃花在遠方 是 桃花在遠方的生肖 譬如說 也是屬馬的人 因為屬馬的桃花 它是在馬 屬馬是在卯 因為卯它是卯木 買會跑 馬會跑 所以 它的千里陰檐一線千 它的狀態有可能 它的對象是外國人 因為那隻馬會一直跑 所以可能就是外國人 不見得是本國人 跟自己一國人 所以說 它這樣子的狀態 因為這隻馬的關係 因為那個卯木 木它會在遠方 所以說就是 有可能就是外國人 可能不見得是本國人 好如果你是屬兔 那你的時程是在紫時 因為兔的桃花在紫 它就會很遠 從年到時 就是很遠很遠 那你知道兔子是會跳 蹦蹦蹦蹦蹦蹦 會跳 所以它就是因為會跳的關係 所以有可能 它就是 怎麼講 大家跳到外面去 那跳到外面去 可能就是 同一國人 或家鄉人 但是問題是 我們兩個人 可能在家鄉不認識 就在那個地方 我們認識了 因為某種原因 某種機會 就認識了 就這樣子 就是會千里去 也是一樣 病地蓮花會開在眼方 人家病地蓮 就蓮花 就是會開在眼方 就是你們本來就是病地的 但是你們會跑到眼方去開發 去變成一個很好的因緣 再來就是 屬老鼠的 知道屬老鼠的會磚嗎 對不對 來 它的桃花是在有石 有來講的話等於是金 就是等於是一個石頭 人家叫三生鹽定 在石上 三生石上定鹽分 所以有可能你們兩個 早期在家裡 或是怎麼樣 很厚 炒很厚 或甚至於你們同事同學 但是你們那個時候 是吵架 吵得不得了的 但是問題到後來 你們這個鹽分 真的有開發的 所以這個叫做 海角天涯也是要定因緣 因為老鼠它是會磚洞的 那它的這個有石就是 它的桃花跑到時間去 就是那個時間就是因為 年跟石太遠了 所以因為會磚 所以有可能是金高彎 或是說你們根本那個時候 看不對眼看不上 但是後來真的就是天涯海角 就定了因緣了 這也就是說你們的桃花會 開在眼方的生肖 現在人開眼方的生肖 其實是很多 但是說這些人 是比較特殊一點點 大家參考一下下 另外一廷 所以你曾經 你曾經被算命的老師 預言說這輩子都不會結婚 所以你創作了這首 歡迎來到單身公寓這首歌 對 我總共算了三次 就是台北 台中 台南 各算一次 確認三次這樣子 北中南巡演 基本上他就是看了很多東西 都覺得不太妙這樣 你就算被結婚 你可能也會被騙錢 反正算就是確認三次的結論 就是全台南北一行 然後就是唯一指定 我會嫁不出去這樣 所以我就是回家憤兒寫了那首 就是歡迎來到單身公寓 畫悲憤為力量寫出了 歡迎來到單身公寓這首歌 對 本來就是想說可以 找大家一起取暖 然後順便一起跟命運纏鬥 那我這個公寓呢就是 我本來的想法是 他可能會就是辦在美國 但是後來看到那個預算 不太足夠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那不然陽明山有那個美國村 這樣還是就辦在那邊這樣子 什麼意思辦在美國 或者辦在陽明山 那個單身公寓 對 這個單身公寓 它坐落的地方 是是是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那就辦在陽明山的那個 美國村好了 有一個美國風情這樣子 養老感覺很讚 然後而且因為我本身是 我是主委 我現在是單身公寓主委 然後就是我是火象星座 所以陽明山有這個火山地形 我覺得好像滿適合的 可是我最近就有在想 因為我的名字都是蜀木的 所以不知道這樣會不會相克 這樣就是跟陽明山的這個火象很相克 很有趣 OK 讓你可以延伸出很多創作的靈感 對 你這首歌可以唱給我們聽聽看嗎 馬上就來了 歡迎歡迎來到單身公寓 不論你是不換主意或笑不出去 或是純粹他愛自己 有親密恐懼 每個人有自己的問題 我們不會考慮 年滿三四歲開始報名 我們提供良好的休閒活動 確保You won't be bored 隨便距離來說 Wednesday 每週Netflix and chill 我們享用就用正完全力播送 Thursday Let's party like it's your birthday 絕不互流浪 氣氛純粹 男女跳進來 全都免費 Yeah but OK Yeah 哇 欸 你這個單身公寓的主委 活動辦得很好 但是你的歌詞裡面有寫到一句 我們可以玩在一起 但是絕不互相流賴 這是一個什麼意思 我的想法就是 既然這是一個單身公寓 那我們就是要堅守這個傳統唯一標準 要單身就是絕對單到底 這樣 隔絕 隔絕 男生也可以 現在玩一玩可以 但是之後就隔絕 對 喔 是喔 對 我們可以 男生可以進來派對 但不可以流流賴就對了 對 也不可以流睡 就洗好就要出去是不是 對 就是我們是一個很純粹的 娛樂的感覺這樣子 喔 大家就是交交朋友 是 所以你自己本身的感情路有點坎坷 你有遇過恐怖情人喔 就是我的那個個性在談戀愛比較像小孩 所以我會很受照顧情人格這種吸引這樣子 但有時候照顧過頭就會變得比較恐怖一點 所以我們就是常常為了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吵架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像我覺得有一個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就是有一次我們晚上去就是有約這樣子 那結果我後來就是中途就是時間還沒到 那我就忍不住跑去又跑去漁港吃生魚片 然後回程的時候就塞車有點遲到 那我就想說好 那我買六百塊的生魚片去跟他賠罪 結果我忘記他不吃生的 結果他看到那一盒六百塊 他大發怒 他就是要我現場把它變成熟的這樣子 那還好就是因為我住士林夜市附近 那我就趕快去拿那個生魚片去問那個賣骰子牛的說 這個可不可以就是來處理一下 就maybe來炙燒這樣子 那那個大哥就是還真的可以這樣 然後我就拿著這生魚片回去給他這樣 然後結果他就還是大發怒 他就逼我要在我面前 就是把這個東西丟進垃圾桶 還不准我偷偷撿回來吃 就非常的痛心疾首 對於生魚片 對 還是對於這段感情 就是不要拿生魚片 就是來用這個感情開玩笑這樣子 好我們來請教一下白宇老師 白宇老師 哪些星座的女生呢 感情路總是比較坎坷 是 人這一輩子啊 你感情受挫是不可怕 最可怕的就是我們走到了坎坷的路上 然後走不出來 我們這邊就有三隻迷途的小羔羊 走在坎坷的感情森林裡面走不出來 我們看看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參考一下太陽上升和金星喔 我們來看第三名 雙魚座 現場沒有喔 雙魚座是怎樣呢 很理想化 會想太多 通常雙魚座在感情上 就是主動戴一個玫瑰色眼鏡 這個玫瑰色眼鏡它會濾出很多 跟我們現實不一樣的東西 比如說 越神秘的 越危險的 越遺憾的 他就覺得說 哇這個感情 只要投入 我應該會有高風險高回報 我想要進去看看 通常他是主動闖入坎坷之路的雙魚 所以他會覺得說 人生怎麼這麼難啊 感情別人談得很舒服 為什麼我怎麼這麼辛苦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造型是非常日本人會愛的 大眼睛 對 很多帥氣的 美男 很多這樣 那他們看到戴希會是什麼感覺 就他們會真的覺得很不可思議 他們每一次都跟我說是看到 人我開始動起來的那個時候 就好像是一個呆呆的一個木 就變成人一般 就是人一樣的情感 變成人魂了 嗯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天蠍座 難怪你剛剛一直看 西本尤里上身天蠍 然後亞蘭傑太陽天蠍 皇上我能活著出去嗎 你講講看吧 我來看一下 內心敏感容易猜疑 畢竟天蠍座通常都會把很多風險擺在前面 就是越害怕的越要先看看 並不是他有那種受虐體質並不是 他是覺得我覺得人太脆弱了 如果我不知道所有的危險在哪裡 我沒有準備好 那是不是我自己隨時都有刀劍燙傷 這是很恐怖耶 所以我可能會先多想一想 然後我敏感的地方多去問一問 甚至我多躲閃一下 可能會比較好 但是他忘了這個心理背後 有一個心理學有一個名詞叫做 朱立葉與羅密歐效應 也就是說別人越阻擋 他越覺得說 可是我還沒有把所有的困難看清楚 也許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困難 這種盲點天蠍沒有看到 所以就不小心一直投入 因為天蠍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我一旦開始覺得這個人有感覺 我想要對他有興趣的時候 他就會一直走下去 但是他就忘記說 我堅持走的這條路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呢 初衷忘記了 只是一心想要完成這件事 可是感情這件事是沒有完成的那一天 只有一直在經營 就一直在持續 我覺得天蠍如果知道這個盲點 羅密歐與朱立葉的這種效應 就會給他斷掉 也就是越困難的 我就要越嘗試越探索 直到我認為他沒事為止 沒有沒有 我們就換戰場就好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名是誰 處女座 處女座 怡婷上身是處女喔 亞蘭姐上身也是處女座 我多當皇帝而已 感情有什麼好坎坷的 皇帝是被所有嫔妃挾持而行的 對喔 皇帝你的坎坷是在無奈 對 我今天又要去這一宮 我又去那一宮 不要再拿牌子來給我翻了 對 而且皇帝的感情是政治 並不是感情 是不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期望過高 過度理性 處女座期望過高 但又過度理性 她是有一個糾結的 或者是矛盾的心態 糾結和矛盾在哪裡 期望很高 代表她很想要試試看 試的過程中呢 她會想盡辦法去 在感性和理性中間找平衡 但是處女座又是一個 比較孤摸追求完美的人 說你喔 說你喔 追求完美的狀況下 我們是不是會過度感性 因為我想一想看 我可能跟她互動的時候 怎麼樣可以讓她覺得我很好 那我就要做到底嘛 很感性 但是呢 她又會過度理性 感性的同事她說 不對 我做一半 頭洗一半 我又覺得要收 因為她某些動作 不在我的期待之內 我又要收 所以就是一個門打開 要進去不進去 要出來不出來 那這時候 是不是自己會很困擾 到底是我的錯還是她的錯 她看起來不夠完美 我又付出了這麼多 就變成了 我如果想要心理平衡 這條路要走下去 我就要為對方找藉口 因為她這樣啊 所以我也不得已啊 但我們還是試著相處看看嘛 因為我們在感情裡面 不可能是上帝視角 去用絕對的理性去面對 所以這個矛盾的心理就會存在 那其實在心理學上 這三位啊 不管是戴著玫瑰色的眼鏡 看得太美好 還是天蝎座過於投入之後呢 眨眼也是投入 過於投入之後呢 總是在困難的地方 看不到愛的初衷 不知道去轉換戰場 還是最後自我矛盾之後 為對方找藉口 忘記了保護自己 在這種狀況下 所有的心理學家 有一個最新的研究就是 這叫過度的反抗心理 心理抗拒理論 所謂的心理抗拒理論 有點跟投資 我們現在投資股票相關 就是我無法接受 我的沉默成本 她覺得越困難我要投入 越投入我覺得她越有價值 越得不到 我覺得當哪一天我得到的時候 最有成就感 但是女生 尤其是女生 要特別跳出來喔 感情投入 其實跟我們玩股票一樣 就是不一定會有回報 感情是兩個人對了 雙向奔赴才會有回報 所以看人看頻率 有沒有兩個人價值觀相近 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投入多少 其實沒有那麼的重要 好 祝福大家可以 擦亮眼睛去找你對的人 謝謝 謝謝老師 哇 亮勳真的是年輕 所以說你在推廣布袋戲上 就有很多新的想法 然後說你投入很多新觀念 還跟遊戲大廠合作 跟魔獸世界 對啊 它其實是一個那個 算是它的一個活動 然後我們幫它拍攝一個 把它經典橋段 然後把它拍成一個短片 然後我們放在網路上去傳播 然後就造成很多 很多人很意外 怎麼會有這麼不一樣的合作 就有吸到很多新的年輕粉對不對 對對對 很多新的年輕觀眾 重點是很多外國人 對 在YouTube上面那個影片 現在大概一百二三十萬點擊 然後下面很多留言 其實是外國人 所以其實就是說 透過這樣子一個 算跨界的一個融合 其實也可以打破這種文化的一個繁禮 對 你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部作品 如何打進日本市場的嗎 我是單字片 然後廉勳是監製 監製 那個時候剛好我們有一個 非常日本知名的動畫的編劇 叫徐恩璇 他剛好有來到清明會的時候 有看到霹靂布袋戲的展覽會 然後他就是迷散了霹靂布袋戲 然後我們就直接跑過去到日本 跟那個編劇開始聊 欸我們要不要一起做 打進日本市場的 不太行 然後就我們談談之後 就直接很快速的 就直接完成一個企劃的概念 然後就直接開始製作了 這個剛剛看到預告片的 三大波芬德基東里劍油 這個系列 我們從2016年到現在 還在持續製作 我們已經持續跟日本合作了 七年以上了 對 哇 在日本很受歡迎嗎 很受歡迎 對 就是我們是 看起來是小朋友喜歡 還是年輕人喜歡 大人喜歡 大人喜歡 我們的故事就是大人 就很 很長報啦 就還是蠻血腥的 他們很多 所以就算是深夜劇 日本也有動畫的一個領域 會有比較很多 深夜的時段會看的 深夜 對晚上11點以後 會播的叫做 深夜相關的動畫片 我們是歸類在那一種類型 就11點過後可以抽菸的那種 沒錯 是的 是喔 剛剛也有看到抽菸 對啊 是喔它又比動漫來得更真實 那個人耳太帥了 真實真的 完全跟動漫的類別是真的是不太一樣 只是造型是非常日本人會愛的 大眼睛 很多帥氣的美男很多的 那有沒有機會讓這個人偶就是 去到日本巡迴 讓大家看到現場 其實有 有的有的 有的觀眾看 哇人偶現場看好漂亮 我們固定會參加好幾個日本的動漫展 所以每一次都會展示很多很多的布袋秀 在日本觀眾看 也會有表演 也會 日本的觀眾朋友 我們是從小看布袋戲 歌仔戲長大 那他們看到布袋戲會是什麼感覺 就他們會真的覺得很不搞思議 他們每一次都跟我說是看到 人偶開始動起來的那個時候 就好像是一個呆呆的一個木偶 就變成人一般就是人一樣的這種感覺 變有靈魂了 好像真的賦予了靈魂 他們會最驚訝的是這一塊過程 那這部應該很賺錢吧 努力當中還在努力 有些賺錢 目前後面的東西還在努力當中 兩億應該是一億八啦 我們來請教一下阿湯哥要怎麼把它賺回來 阿湯哥請問一下 什麼樣的風水擺設 可以讓我們在工作上發光發亮 那自然就有錢賺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我可以發光發熱嗎 來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阿湯哥請問一下 什麼樣的風水擺設 可以讓我們在工作上發光發亮 那自然就有錢賺 是 要在工作上發光發亮 當然還是要有一些方法 除了你自己本身的一些 可能技術要好 然後你自己的EQ要高之外 重點是我們可以運用一些運氣 那運氣要怎麼去掌握呢 我們可以用風水有一些擺正 可以幫助你在工作上提升很多的機會 然後讓你步步高升 首先最常看見的就是 你可以在辦公室 可以擺放這個八郡圖 其實八郡圖就歷史的記載 是周牧王他去遊昆仑山的時候 然後他的這個拉馬車的那個馬 有八匹兩馬 那這個八匹兩馬 從古代延伸到現在 它就變成是一個風水的擺建 那風水擺建當中 其實馬在十二地支是屬於五 這一個地支 那五代表就是一個活的能量 它就屬於是一個積極 然後可以發熱 發光 讓你的民氣可以更加遠迫 所以如果你想要讓你的事業發展得更加順遂 更加的國際化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八郡圖 但是在風水上 在擺這個八郡圖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就是它比較適合擺放在業務單位 例如說業務單位擺放的話 代表什麼 你的業務會去向外 跑起來 所以跑起來 動起來 但是八郡圖就不適合擺在家中 對 尤其放到家中 會讓家裡的人都動起來 住不住 住不住 對 就像野馬一樣 所以其實八郡圖 它就是只適合擺在辦公室 或是業務單位 或是你覺得這個單位 必須要往外跑 或是屬於像有一些文創有沒有 它必須要把它的產品 把它揚名國際的 那你也可以放到這個單位裡面 總而言之 就不要擺放在家裡 更不適合放在房間 一定要特別注意 再來就是另外一個叫文昌筆 文昌筆應該大家很多人都聽過 但是這個圖面上 它這個就是一個 比較象徵性一支 但是真正的擺風水的文昌筆 是四支 為什麼呢 因為四這個數字 代表四綠文昌墓 它是就是四這個數字 代表文昌的意思 所以文昌筆 當然就跟文昌帝君 手上拿那個筆 是做相應的 所以有一些人想要求公民 求智慧 求步步高升呢 你都可以去那個 祈求一個文昌筆 擺在你的辦公桌 或是你的書桌 那文昌筆最主要是開智慧 其實很多人都說 那文昌筆不是只有 考試的考生才要智慧嗎 其實不是喔 我們做事業呢 也必須要智慧 如果你沒有智慧的話 可能一個決策錯誤就失敗了 或者是呢 你一個沒有智慧 相信你的合夥人 可是他其實是小人 就把小人當貴人也不OK 所以呢 智慧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文昌筆呢 它就是祈求這一個 步步高升的象徵 那通常呢 文昌筆呢 會用一個筆架 把它架起來 會把它吊上去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講 風水呢 有一個叫筆架山 例如說 你家裡看出去 剛好那個山頭呢 就很像筆架這樣有沒有 有一高一低的 很像放筆的 那那一種呢 代表就是說 如果你的風水 看出去有一個筆架山 代表就是說 這個家裡呢 比較會出 這一個好的狀元 例如說 小朋友啊 考試很厲害啊 然後他會 那個極地登科啊 等等的 所以呢 從風水當中呢 我們可以運用一些 當然你不太可能住在 筆架山的環境 因為現在都是 寸土寸金嘛 對不對 很多地方都開發了 所以呢 你就是家裡呢 可以象徵擺一個文昌筆 自己的文昌位 或是說你的辦公桌 書桌 來架一個筆架山 讓你在事業上 可以更加的步步高升 所以以上呢 這兩個八郡圖 跟文昌筆的 風水百證呢 提供給大家參考 謝謝阿堂哥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 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發光發熱嗎 來 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6917 7183 5632 9054 4390 來 來 平時覺 我喜歡9054 好 9054 然後Yuri 7183 7183 我也是7183 7183 好 5632 5632 9054 9054 是 1 2 3 6917 6917 對 4390 我們看看喔 因為 現場沒有人選的就是4390 那我們就把它先開掉 好 好 那看看4390 到底未來一個月我在哪裡是 花光花樂 這個叫桃花人際大受歡迎 就是愛情方面花光花樂 可能很久都沒有交易性朋友了 可能都覺得已經死心很久了 人家都說你沒有辦法有結婚的運勢 已經都沒死 都已經不抱希望了 但是有可能未來一個月 忽然你會受到 好像有一心朋友來 感覺好像人際關係又在活絡 所以說是在人際關係 愛情方面 你會花光花樂 那現場是沒有人選的 觀眾朋友選到這一組的話 就表示說 你未來一個月 有可能是花光花樂 在於愛情方面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7183 71834 兩位來賓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選的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花光花樂喔 這叫貴人福祝 無往不利 貴人花光花樂 因為貴人欣賞你的能力 貴人喜歡你的做人方式方針 所以說不管你需不需要幫忙 他都會幫忙你 甚至於幫忙你 幫忙你的朋友 會整體的去幫助你 所以說是在貴人方面 讓你發光花樂 因為貴人的幫忙 所以說你會過得非常的好 在工作事業方面 都非常的不錯喔 恭喜 恭喜 那我們再來看看 9054 是逸婷選的 還有這個 白衣老師 對 白衣老師選的 那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是花光花樂的喔 我們來看看喔 是 事業應強 得心應手 在工作上面 花光花樂 可能之前你 有一些東西 已經都覺得說 沒有好啊 已經買錯了 已經做錯了 這個工作可能就沒有什麼效果 那可能你這個 你做的音樂覺得是 這個可能沒有辦法了 但是忽然之間 他就花光花樂 他就會變成 有人去看他 有人去聽他 覺得很好聽 一下子讓你起死回生 就變成一個 非常發展的東西 所以是在事業工作上 花光花樂 所以是相當的不錯喔 是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六九一七 我們兩位 對 兩個主持人 還有觀眾朋友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他是能夠 花光花樂的喔 你們最重要 最需要的 水 因為身體健康方面 是花光花樂的 因為 很多錢都沒辦法 身體健康最重要 對 因為身體很健康 身心靈都很愉快 非常快樂 心靈 神靈都來保住你 所以讓你身體 一直很健康 所以說 很可能旁邊 所有的朋友都刷陽 你還是一樣刷陰 所有的朋友都賣到 你還是一樣很快樂的 可以跳舞 所以說是 身體方面 健康 花光花樂 謝謝 很簡單的不錯喔 那我們來看看 五六三二 五六三二是 阿湯哥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選的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花光花樂咧 我們來看看 財神健庫 財運分通 是財運方面 花光花樂 阿湯哥有在做愛心嗎 所以錢會越來越多 可能因為這一陣子 有一筆錢 可能都 不用太贏 那乾脆就把它 放在股市裡面 稍微放 誰知道 你就一下子 放了好幾倍 嚇死人了 所以說 是在財運方面 花光花樂 所以非常不錯 恭喜阿湯哥 恭喜觀眾朋友 謝謝老師 謝謝 來 那阿湯這次 跟我們宣傳一下 音樂主理人的節目 Music Maker 音樂主理人 是一個全方位的 音樂創作選秀節目 然後主持人是 陶子杰跟邱宇辰 還有很多線上的創作歌手 那我們節目播出時間 是在6月30 禮拜五 每週禮拜五 在東風衛視 晚上七點 然後禮拜六 在霹靂晚上十點半 然後播出 請大家持續關注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謝謝來聽 也感謝你的收看 OK 拜拜